大家好 我是小佐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一 今天我们盘后继续跟进大盘和热门的股票 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 我们先看一条消息在宏观层面 小摩称投资者过于悲观 认为美股不会大幅回调 摩根大通策略师表示 没有理由担心使今年美国股市跌创新高的涨势 将很快结束 事实上更多的投资者可能很快就加入 鉴于投资者仓位已经很低 回购股份创历史新高 有限的系统性风险 以及正向的1月份季节性因素 目前并不具备大规模抛售股票的条件 由于策略师在给客户的研究报告中写道 投资者的仓位过于悲观 市场对鹰派美联储和疫情发展的悲观看法已经过头 虽然标普500指数上周再创历史新高 但涨势越来越由少数大型公司推动 这让人想起世纪之交的科技股泡沫 在疫情引发衰退之后的经济反弹 现在已自顶峰回落之际 一些基金经理警告说 随着央行和政府逐渐减少刺激措施 以抑制飙升的通胀 周期的下一阶段进入修正 然而对于摩根大通的策略师来说 股票离散度极高和创纪录的集中度 表明市场高度谨慎 而不是迫不及待要抛售 策略师写道 投资者一直将大型公司股票 视为避险资产和准债欠 策略师表示 随着通胀正常化 以及对美联储鹰派态度的担忧减弱 对小型公司的减配 为投资者建仓重启题材的股票 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切入点 例如旅游和酒店 以及能源和电子商务等相关股票 摩根大通看涨股市与高盛的一位策略师 相呼应 他在本月早些时候也表示 涨势由少数个股带动 并不意味着大幅回调即将到来 摩根大通策略师表示 集中度上升并不是市场见顶的可靠指标 好的 那么其实在华尔街 也应该是在判断 每天都应该在判断大事 包括大盘和一些股票 股票又分各种行业 或者是各种概念 或者是各种规模 对吧 那么他这里边说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股票的离散度 或者是集中度 股票的离散度极高 和股票的集中度极高 其实是一回事 离散度极高指的是 大家都不太相信 各种指股票了 然后把钱都集中在少数的标题上 其实离散度极高和集中度极高 是一回事 实际上我们今年一年的感受是什么 大部分股票都是在震荡洗盘 大幅横盘 或者是大幅震荡下跌 所以我是觉得后续 暴跌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这是从什么角度 这是从股票他们运动的轨迹来看的 那么一些热门的股票 或者是集中度较高的那些股票 他们也仍旧是在相对高位进行震荡 或者是震荡上行的 所以有这样两个感受之后 会觉得整个美股要想形成真正的大抛盘 不具备在技术面上的条件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 说的是技术面上 他们的形态决定的 另外这里面还提到 资金的配置程度相对较少 这里面上一页写到 资金已经在里面很少了 所以真正要大规模好售 也没有资金上的一个条件 是吧 所以是这样 包括今年这些龙头股的回调 特别是头部那几只龙头股 他们的回调都是横盘 都是比较浅的 都是比较浅的 所以这意味着 美国股市出现大抛盘的概率会相对较低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感受 真实的数据究竟是什么 没人准确的知道 至少我们散户层面 没人准确的知道 那么后续我们还是要眼见为实 每一天都做好 跟进分析的工作就可以了 也不用想的太远 想的太远也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今天的大盘表现是相当的强 就又再次给出一个非常强劲的阳线 那这样的一根阳线表明 多头有极大的意图去向上突破 今天的历史高点 历史高点在这里 其实这个重要阻力区是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 它有强烈的意图去向上突破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不会走空头 暂时是不会走空头的 那么后续 多头仍旧需要提防浅层回踩 确认的一个运动 那么今天在四小时级别 我们看一下也是形成非常强劲的 两根两三根二大阳线 我们今天盘前在分析的时候 应该是在这个 就是估计是期货方面 我们看直接看估计期货吧 估计期货方面 应该是在这里横盘这个阶段 然后选择上行的阶段 我们随后就说要徐徐上行 谨慎上行 可是今天还是比较强势的上拉了 那么在大盘方面 今天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39% 我们在日线层面看到一根 我们在日线层面 看到一根也是非常漂亮的光头 光脚的阳架 基本上是光头 那这呢 我们今天在盘前也是画出了 近期的阻力区 表明多头相当的强劲 想要去突破这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呢 他将向更高的点位迈进 所以说这个市场并不是很空 并不是并不是空头 我们之前说高位震荡 他也确实是在高位震荡了一段时间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震荡 因为震荡呢 没有规律他 那随后呢 我们在相对底部看到了相对止跌的四小时级别的K线 我们随后呢 紧接着就转变思路 从震荡看到 看涨 那么近期呢 一直在向历史高点卖进 所以我们应该对美股还是要有信心的 道雄斯指数今天上涨的幅度也相当大啊 0.98% 0.98%的涨幅 那他呢 在阻力区方面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向上突破啊 那么后续呢 将向更高的阻力区迈进 所以对他来说呢 我们近期看的是上涨啊 近期看的是上涨的波段 但是由于啊 他近期啊 怎么说的 近期他的一个重叠K线态度啊 这其实是弱势多头的表现 看到吧 他从这啊 到这啊 其实长时间震荡啊 是一个弱势多头 那么后续的强势多头呢 还需要去 他去猛烈的上 向上突破左侧历史高点 随后回踩 止滴啊 不落 再次给出强势多头不断 我们说啊 强势的多头牛市回来了 否则呢 现在他仍旧在大型的啊 偏弱势多头的一个大型震荡区间里在震荡 所以多头呢 仍旧需要提防可能的深度回落啊 我个人的感受是深度回落的概率在降低啊 因为他洗盘的时间较长 那么后续走出强势牛市的概率 再提升哈 再提升 这是从概率上和他的运动轨迹来判断的 楼宿2000今天上涨百分之零点九四 那今天啊 我们盘前的时候在四小时级别 应该是看到他在回踩这个20周期的日线级别的均线 回踩之后啊 就上拉了 那这是符合我们今天的预期的 但是呢 现在他又遇到了中间的这个阻力位哈 所以我们啊 接下来一两天啊 要关注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洗盘的情况 这个图呢 啊 他究竟会不会走大波段啊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概率的啊 有一定概率 这毕竟是一个大型的双重底哈 但是这个图呢 啊 看左侧的话 多次都被他骗哈 所以走一走就回落啊 我们仍旧需要提防这样的可能性 这个图呢 暂时还是维持啊 比较中性的一个思路就可以了 好 这是大盘的表现 整体上大盘 还是在走我们的技术委 非常的漂亮啊 非常的好 那么今天的股票上涨数量呢 也是远远多于下跌的股票的数量啊 6000啊 这是7579只上涨 下跌是4280只啊 远多于下跌的股票数量啊 那么在领长的海洋板块里有 额OLED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呢 我们今天特别提到了一只叫 上什么来着 叫AMAT AMAT这只股票 我们今天是继续看涨的 大家有没有啊 跟注今天的节目呢 这个股票呢 在这个位置的进场的话 是刚刚好继续上拉 还是完成了啊 这个向上的突破回踩 是吧 突破什么 突破这横半区回踩 然后继续拉升 走牛市 好 这是AMAT这只股票 那么啊 其他我们先不说哈 木材和木材生产 这个行业我们一直都没跟进过啊 这是一个冷门行业 好 我们看一眼 那么这个WFG啊 也是啊 WFG目前走的也是多头的行情 他呢 现在刚刚突破历史阻力高点啊 虽然他历史比较短啊 但是应该还是要上涨 好 这个图太年轻了啊 我们就看一下就行了 AI行业 这三只股票 我们啊 也是经常提 我们先看看英伟达 啊 英伟达在日线级别呢 是在高位的一个横盘震荡啊 今天有点突破 这个下跌的趋势 后续呢 我估计还要上涨 我们今天特别调整了近期可能的趋势线 我们把下方这个趋势线啊 作为作为近期的一个趋势线就可以进场了 对吧 上方这个啊 其实是我们常规做法 就是啊 破啊 紧凑的趋势线的时候应该做减仓啊 那么下边啊 找到直接的一个点位 作为新的进场 进场的点位 对吧 或者加仓的点位 注意啊 有的人不愿意减仓啊 这是个人的喜好啊 但是我呢 仍旧还是应该按照这个趋势 交易的一些点位啊 来来输啊 减仓加仓啊 这样的一个位置 是吧 自己判断自己的一个回撤啊 这个承受能力就OK了啊 那现在呢 应该还是要继续看多啊 至少要啊 谨慎的话 是应该看高位的震荡啊 那么如果呃 这个不谨慎的话 乐观的话 应该看这个趋势的一个上行 对吧 下边我们先画这个趋势线的上行 好 这是英伟达 very 我们把左侧先关一下 very这个图是不是处理了 是的啊 我们啊 上周啊 一也在说啊 他啊 想想想逆转这个近期的下跌小趋势线啊 随后在这里横盘之后呢 选择上行 但是今天盘后又暴跌了6.03%啊 那应该就是在这里的一个 洗盘啊 在这里一个洗盘 多头可以再继续观察一下啊 再观察一下 明天的时候再看一看能不能止跌 最好再收出阳性啊 否则这个反复震荡呢 也不要急于去进场 好吧 如果你已经在最底单进场篮 止损就应该放在19块5 那么啊 明天如果再给出一个低点啊 你可以在23块钱挂突破单下 再进对吧 或者是你先不要挂突破单 先看一看啊 因为他盘后毕竟又回落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鼓励的奇怪哈 今天啊 既然上涨了 为什么盘后又暴跌了呢 我们再看一下 PLTR PLTR今天涨幅并不大 涨了0.65% 但也跌幅并不大 没有跌幅 那么他啊 这样的一个K线是说明什么 说明他在测试这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哈 包括这个下跌的20周期均线 那今天啊 并没有给出暴跌 行情也没有被暴涨 说明多空双方都很紧视这个地方是不是底哈 我们啊 之前对于这个图说哈 他要么就选择强势的上涨 也就是反弹 对吧 要么就啊 强势的往下踩踩破 那对于多头而言的思路来说呢 多头的思路呢 应该是用小的止损去博弈可能的上行 这就是非常好的盈亏比 那对于空头来说呢 没有空头啊 我这里基本上都是多头啊 对吧 好 多头就是这样的啊 多头如果怕这不是底的话 那就一可以不做 而二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的止损就放在咱们近期的17块5 一带的一个小止损就可以了 好 你也可以再观望啊 不想做的话可以再观望一下 最近呢 都有可能是底部的横盘 好 这个是这三只AI股 那么一无呢 我们就不说了 IDC概念 今天的AMD 我们看一下AMD AMD它的走法 我们也调整了思路哈 把趋势线放到这里来了 是的啊 我们要随时调整我们原来的趋势线 再说一遍 原来紧凑的趋势线是符合啊 我们调调整仓位的一个趋势线 现在呢 看到市场它拒绝下跌啊 跌的深度不深 我们要及时调整可能的新的趋势 这就是啊 市场变 我们也要变啊 有时候呢 我们啊 那个紧凑趋势线非常有效 特别是在一些非知名股票上啊 或者说啊 不像这样的龙头股啊 它会持续的暴跌是吧 大家感受到了吧 今年 但对于龙头股来说 我们现在啊 也要调 但是啊 它走出到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它会落到这儿是吧 我们现在呢 只能之后画一个群线 后续呢 只要不踢破这个线啊 就没什么安全问题啊 没有危险 好 我们再看啊 英伟达我们说了哈 赛林斯 我们看一下 赛林斯这个图呢 我们之前老早就跟进过 实际上 上次呢 在是在这个回撤啊 然后突破上去啊 那么现在呢 点位有些偏高了啊 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的一个走法 假如说啊 就这么连 哎 发现连不上哎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继续洗盘呢 啊 不管了啊 我们先把近期的一个趋势线啊 连一连 好吧 那如果不低迫这个线啊 就是安全的 好吧 对多头而言 这就是多头的势力范围 嗯 好 游戏资产 今天还是暴涨啊 那今天原油原油啊 我们今天盘前对原油定性的点名啊 虽然我个人亲爱于他在高位的一个震荡了哈 无需震荡 就是说不会走特别强劲的多头趋势行情了啊 而是啊 上拉一下 然后再回落一下 上拉一下再回落一下 但是呢 这个市场也是比较疯狂啊 好 游戏资产 好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龙头股 啊 特斯拉今天又上涨了哈 我们今天盘前提醒了啊 我们也要 他呢 这完全就落在这个趋势线上啊 他没有特别暴敌哈 所以这个图呢 啊 后续的会不会给机会 哎 今天发现这根黑钱有一点上引线是吧 啊 表明啊 多头啊 在啊 这个高位阻力区方面还是有所谨慎的哈 估计呢 还会再给出一些横盘 或者是回落的一些机会 所以多头呢 也可以逢低去建仓一些 是比较OK的哈 稍微给一些回落啊 可以建仓 或者加仓 好 这是特斯拉 苹果我们就不说了哈 啊 这没什么可说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一些重要的股票 啊 今天其实有很多重要的股票哈 包括这个AFRM AFRM是不是也要 哦 助底了呢 我们说啊 对他来说应该再观察一下 现在还是空头的势力范围 对吧 他近期的一个啊 趋势线呢 还没被回踩到 下方还有一点缺口 要去踩 那如果上去之后 也不要急啊 上去之后还应该还要再回落测试一下 是不是真正的左侧底形成了 对吧 所以这是AFRM 好 我们看看别的啊 CHPT CHPT是不是要助底 哎 有这迹象啊 有这迹象 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支撑区啊 这个支撑区 然后呢 这是一个下跌的小趋势 然后现在啊 有几个人可以冒出来了啊 多头要进了 啊 可以在这个附近啊 尝试布局啊 说盘后又微跌了啊 应该是在这里的震荡 他也 他的思路也是用盈可比的速度去做啊 不过我是觉得哈 除了盈可比之外 他这个跌的幅度已经很深了哈 相对于左侧 所以 反倒有上行的概率 然后我们把KTG打开 是吧 你看KTG这个指标 下方是不是粘合了 这一粘合就表明啊 这地方有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要给新的一波反弹 好 这个是CHPT CRM呢 也类似哈 CRM我们特别说过哈 这个图 这个图可能要在这里横盘筑底啊 好 我们看一下 FB FB 这个位置 我们啊 一直说啊 如果你现在进的话 也是OK的啊 止损是放在320一带啊 就可以325都可以啊 325都可以 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型的头肩底了 他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波深度起盘 然后横盘啊 住了一个底 对他来说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他要啊 这个形成大空头啊 啊 他主要是近期啊 在啊 业务方向上的一个重新定位啊 元宇宙啊 包括更名 导致他相对底部的一个建仓 那如果元宇宙是未来重要的一个啊 细分领域的话 大家想一想 他是不是可能会成为啊 新的一个暴涨的点 好 这个是FB 好 我们看一下啊 GSBD 啊 有网友问这个图 这个图呢 这个图要涨啊 第一眼看到就要涨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阻力区 这个位置啊 是一个阻力区 然后下方呢 这个位置是个支撑区 他横盘喜欢这么久 应该还是为了涨啊 我们把这趋势线的画一画 这趋势线哪画呢 这儿画 好 多头如果进场的话 只损给五毛钱就可以了 大概是19块钱之寸 接下来也也不是太大的亏损 对吧 这个图我觉得还是要涨一点 但这个图我不喜欢啊 第一眼看到没没喜欢上啊 但是技术上应该还是要涨一下 LUCY的今天盘后下跌了哈 那他应该还是在洗盘啊 多头慢慢的去布局就OK了 慢慢的去加仓 那今天盘后又下跌了1.35% 但呢 看KTG有点止跌的意味哈 有点止跌的意味 好吧 多头啊 现在是跌到了38啊 上面是57 跌了20块钱左右啊 也OK啊 也OK 可以慢慢的去加仓啊 慢慢的去加仓 这是LCID 我记得这个图啊 当初说要涨的时候 有相当的 有一部分人不信啊 到我评论区是说不信啊 不信啊 其实当时啊 逆转这个时候突破回踩再拉升啊 这波波段我们是抓到的哈 那么回落呢 我说赶紧减一减仓啊 跌了20块钱 对吧 现在应该是属于新的一波的重新布局的相对低位了哈 相对低位不是绝对低位啊 绝对低位得事后去判断啊 现在有可能是啊 虽然有可能是绝对的低位 但是需要去事后去验证啊 好 未来汽车今天盘前又下跌了哈 应该是在地板上的一个横盘啊 不过呢 大家啊 不要急于一下子就重仓哈 应该一点一点的 或者说隔几天看一下啊 要不要加一下 对吧 这种啊 他有点偏空了 你看这个震荡下行了哈 有点偏空 虽然这个地方也有可能是洗盘 但我们要提防啊 偏空的可能性 PayPal PayPal我们啊 这个地方我们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一个相对底部哈 也就是近的近近期的底部啊 止损放在180 超底 嗯 好 还说哪个呢 把肉库说一下啊 肉库说一下 肉库也是哈 肉库可能还要再次回落一下啊 就是你看他下行突破回踩 然后再拉升啊 稍微横盘一下 对吧 我觉得他再跌的话就走走走走 走差了哈 不能再跌了啊 不能再跌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 我们明天盘后啊 不是明天盘前继续